3 2 1 烏龍浩再出發 請放 請教 黑山頭水口在百年間 現場時 就是頭過龍殿作為專門戰 將無聊 幾句問到黑山頭水口 煙山搭卸了水池 但水池在黑山頭水口 一直加藍大鑽完工後 就豐富不在使用 為了讓市民大眾 認識這段日子 在中央和地方共同路日子下 現在為龍殿洽洽船 到黑山頭水口 傳統水鐵複刻板正是開動 就由烏龍縣巴士 將這段日子中心接觸起來 讓大眾的民眾 感受到驚人大眾 黑山頭水口 以及龍殿洽洽船的風景 當時也快到了解 在地日子和文化 無殘頭水庫 跟所謂的洽洽文化園區 其實更重要的是 把過去百年來的歷史 透過這一部巴士 重新把它串連起來 所以未來我們的遊客 搭乘這個巴士的時候 他就可以聽到 這一段的歷史 我覺得他的意義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想 今天的正式的記者會 跟民眾宣布之後 我們希望更多的民眾 來利用這部巴士 這一個巴士 我們目前叫做烏龍號 但是烏龍號 絕不搞烏龍 他絕對會提供給大家 在這邊整個百年來的這些 歷史跟文化的一些知識 該一個烏山頭水庫 當時的水庫是全亞洲 全亞洲最大的這個水庫 那我們的烏山頭水庫 放下來的水到我們 加南大郡 這樣的郡路 長達 這個一萬八千多公里 繞台灣 可以繞十五圈 繞地球 可以繞半圈 這樣的密度 到現在 都是世界上 密度最高的這個灌溉系統 那也因此啊 才有辦法 把過去的不了 台灣的這部毛之地 蛻變成台灣最大的這個糧倉 文化協表示 在農田徹徹航區開沒了後 便這幾百里多人 帶動在地觀光靈雕 包含蘇蓋 大鎮小旅行 大鎮體驗遊 以及今年11月蒸汽火車 DT668 收到天空在農田站頂 這處還有烏龍線百歲加力 就是希望可以促進 冠田地庫的觀光效益 同時也帶動了 地圈的尚養發展 台南新聞張瑟維 蔡鳳佛德